110-102,勇士各场击败骑士大比分3比0领先,随着勇士对夺下赛点,他们距离今年的总冠金锦有一步之遥,对骑士来说更为煎熬的是,在历史上还没有球队能够在0比3落后的情况下完成翻盘,而当第三场输掉之后,骑士球员和球迷的落寞表情可想而知,和前两场比赛不同的是,骑士今天开局打得十分出色,他们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2分, 然而即便库里和汤普森与火,但客场消音器凯文杜兰特却又一次次的得分扛住勇士前进,第二节骑士对继续穷追猛打,然而比分却始终拉不开,今天詹姆斯身边乐福和这2开始投中那些3分,或是凯文杜兰特的冷血还是让分差,保持在可追阶段,上半场打完,杜兰特时中心拿到24分8完版2助攻,一边在战后,勇士对经过中常调整,很快就反客为主反超料提示, 虽然库里和汤普森的投篮表现依旧糟糕,但是勇士其他人占料出来,从麦基,贝尔和格林再到杜兰特,勇士凭借这些人的得分,在第三节打完时反超料骑士,莫杰决战胡德成为骑士队的关键得分点,他一次次的火力输出让骑士球迷,看到料取胜希望,然而就在比分犬牙交错阶段,骑士还是投丢料那些关键球, 而随住凯文杜兰特最后那季冷卸三分命中后,勇士也就此奠定要比赛胜局,赛后的数据统计上,勇士水花兄弟三分线外一共15中分, 事实上勇士两大后场如此低迷的状态无一代给骑士队机会,然而那一波波三分不中的背后是骑士队没,能打成有效的反击,全场固理16中3拿到11分,汤普森11中4拿到10分,不过勇士今天全队6人得分上双,杜兰特全场贡献43分13晚晚期助攻,虽然水花兄弟失准,但是勇士全民皆兵的表现并没有受到影响,贝尔,麦基,利文斯顿等角色球员的发挥, 贝尔是让勇士队打得极具团队性,全场他们一共送出627次助攻,缺阵多场的伊哥达拉本场比赛回归后给勇士队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,他的出战不仅仅增加6一个持球点,关键时刻纳基扣篮即为提升球队士起,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,勇士主教练师蒂夫科尔说道,总决赛期间,我们没有让替补球员得到许多上场时间,但我们的替补球员还是给予料很大的贡献, 但我们应该看看凯文杜兰特的表现,对吧,他今日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,其中一些投篮更是如此,我认为世界上没,有人可以像他一样命中这些投篮,每当我们需要得分时,杜兰特总会为我们得分,勇士赢球的关键在于杜兰特的出色发挥无疑,但是除了杜兰特之外,那些角色球员也是功不可没, 就像科尔说的那样,勇士队的替补球员还是维球队做出很大的贡献,勇士这一些角色球员表现稳定且高效,向麦基7中5拿到10分,利文斯顿5中4拿到8分,贝尔5中4拿到10分,而杜兰特在关键时刻的巴挥则5,贵联盟顶级球星, 他那一记三分球像极料去年总决赛第三场,如今勇士已经拿下赛点,第四场比赛勇士能成功横扫骑士夺冠魔,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。